贺红灵虽然长得漂亮 但是性格太不招人喜欢 妥妥的精致利己主义者 就算遇到萧春生跟他相爱 两人注定不会在一起 一个是纯粹的理想主义者 一个是善于算计的现实主义者 从一开始就争吵不断 正如萧春生自己说的 他们就像两条平行线 永远都不会有交集 萧春生跟小梅是内核一致的人 夫妻俩都是最懂彼此的人 无条件支持彼此的事业和理想 朝着一个方向一起努力 没有比这种细水长流的感情更好磕的 这样的感情既稳固又甜蜜 红灵这样的女子嫁给谁都不会幸福 嫁给叶国华得到了她想要的物 之后又开始怀念爱情 心里想着的永远是得不到的 从来不珍惜眼前人 好好对国华也是可以幸福的 二十年过去大家都已经到了中年 春生和小梅的感情依然那么的甜 两人的女儿都已经十几岁 红灵羡慕极度的发狂 在春生女儿的生育宴会上 又穿上了二十年前的那身红毛衣 冰刀斜隔音小梅 岁月还真是没能让她成长 这么多年还跟当年一样查 难怪萧春生摸着钻戒暗自庆幸 庆幸当年找到的真爱是小梅 庆幸跟她相守一生的是小梅 红灵这样的女子注定得不到幸福 所有的不幸都是自己做出来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欢迎评论转发 关注下期见